1568 1568 他說他小黃瓜 這個底片 他說他腳是不是有收到 甘粘 是不是甘粘到這個白粉 另外 鳩蘇是生長圖片 還是說 供應肥料的這個問題 他是採取到戒指栽培 嗯 這個 我們好朋友讓我看到這個下胃葉 這應該是一個 很嚴重的一個這個疫病 這應該是疫病的一個這個情形 啊 而且可能就是說 他的這個肥料上有一點點問題 因為肥仔菌已經都有這個 甘粘 啊 而且會有這樣 什麼叫做菌水灑到 藏到這種情形 這有時候很有可能 這可能性很大 這應該是這個疫病 我們一般來說的這個水凶 這水凶在 啊 肥仔館頂 在這個各館頂都有可能 這就是濕氣高 這高濕度的一個這個環境 啊 溫度呢是差不多 在廊下 比較高 比較高 20度以上的這個情形 就很嚴重 啊 所以這通常 在我們在看最嚴重 就是飛貨界的部分 很少 啊 在肥仔的地方 在這個藏頭 這個地方也會對 尤其在小藏 對的時候 我們從整個地方 直接補去 啊 整個地方 有時候我們就說 這是整個地方的這個情形 啊 這一般來說是這種 啊 還有一張這個賞品 這個肥仔 啊 這個葉子呢 這個非常不正常 不然我們在看這個不正常 就是說它點不平 啊 而且它的肥仔有這個 啊 肉有稍微噴起來噴起來 這很明顯 應該是一個高益性的 一個這個狀態 所以啊 是不是你在這個肥料的 這種 啊 比較水分的一個這個肥仔 這有什麼樣的這個差別 啊 這可能有一半張 啊 不過有時候 這種東西就是說 啊 在淡肥 或是說我們的這個營養上的這個調配 啊 這焦素啦 這有時候它比較敏感 還是怎樣 這很有可能的 啊 都有一點點的這個 這個比較缺木 還是怎樣 因為那個瓦肉 瓦肉起來是很像這個缺木的 一種這個情形 所以 啊 這難免 但是一般說 有什麼比較突變的這個情形 我是感覺好像比較少 因為啊 在我們的經驗裡面 好像比較少去看到這種 我在懷疑應該是 啊 這個比較高益性 啊 就是說你的肥料裡面的這個管理 啊 所以應該要稍微檢討一下 因為我們在做這種的一個 這個 啊 肥份的時候 這個經驗的這個介質管理的時候 你一定要瞭解三個一個這個部位 啊 第一個就是說 我在 啊 出來這個肥料 出來這個肥料到底是什麼樣 EC是多少塊啊 啊 在投用裡面 在這個 肥用頭裡面 介質裡面 它的這個EC是多少塊啊 啊 如果用經過的這個作物 經過的這個肥用頭之後 出來 盯著來 它總是有一些盯著來 這盯著來的這個EC是多少塊 這三個所需 來調控它的這個經過的一種差別 有時候因為我們 如果是 在介質財肥裡面 尤其你如果有一個桌子那種的 它就比較容易說有某一個地方 某一個地方呢 有一個區域性的這個問題 並說它那個比較多 或是說它那個地方特別如何 這個比較追尾 還是說比較追頭 啊 還是這個都有可能啦 這個不知道就是說要 要再檢討看看一下 但是呢 一半小時應該都會有一個情形 要稍微做一個了解 這應該不是這個突變 這看起來應該是這個 如果我個人的判斷是有一點點炎基的 粗暴的這個炎基的障礙 那是怎麼補來去說 它粗暴的這個炎基障礙 因為這個肥子 已經這個葉脈已經有一點點不正常了 這種情形的 如果不是這個棚中毒 不然就是這個木缺乏 這大概是這個兩種 它的顏色又很濃綠 這有一點點這個可能性 是這個棚的一個中毒 棚中毒有時候是和我們戒子的 一個水分增散率有關 就是說它以前可能比較多 這個戒子會掉那麼多 現在水的棚不會增散 它的類似在那個地方 譬如說它是比較水倍 因為那個棚 很多我們 很多好朋友在用的棚都沒有油 都沒有真正溶解 不然真的溶解的時候 它就有可能 這個每每每都到這種情形 這是我的推斷 但是 不說很確定 但是那個蝦子有蝦子 這個臭痘 是哪有什麼叫做 水放到這個 這可以很標準 很標準的去看到 這個 這個部份 很標準的這個部分 很標準的這個部份 應該是 可以斷定說應該是這個疫病 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在我們濕期冬的這個時候 回歸兩種病 這個疫病跟陸菌病 尤其熱人 這段 我們通常看得到 這個蝦子上面頂點頂點 這個 一家一家 這個看得出來 如果蝦子通常 蝦子近這個地方 或是說土甲民這家 這家比較濕氣的這個地方 我們從叫做 滾水藏到 在這裡 在旁邊有時候會稍微 我們從要生過生過這種 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很有可能就是這個疫病 這個疫病的一個擴展的這個速度 很快的 尤其液氣冬 它會照到這個風 這個水氣這樣對著走 這個水分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重點 所以做這個蝦子栽培 土甲也能保持比較大 但不可以減輕這個疫病 發生的一個這個機會 所以你可以稍微做一個條件 用油當然也可以 辣妹分也脫民 我們最普遍在用的這個東西 亞磷酸青氧化者 更是當期保養的 可以用的這個做法